我刚才听到 不想他这首歌 原来他的背后 这两个趣味的故事 对 所以在1985年的时候 这首歌整个轰动全台 那江慧就奠定了他的天后级地位 江湖上的地位就有了 对 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 两大天后 就台语挂的 江慧跟谁 黄毅霖 对不对 那时候黄毅霖也是非常红 可是因为这首歌后来 被江慧给拿去先唱了 那变成黄毅霖就没有机会了 其实黄毅霖是吴老师的 关门弟子 最小的 还是先买一只 因为老师跟师母都没孩子 没怕你死生 那他们就其实把黄毅霖 当作是自己的女儿 所以吴老师很疼黄毅霖 他就觉得这个很可惜 他又觉得说 那不是自己的女儿 这个 刷传没机会 就没有机会 所以他就开始四处奔走 那也因为不想他这首歌很红 很红以后大家都知道 吴老师做词做曲的功力 变成一功为的卡 就比较有分量对不对 所以他就带着这个黄毅霖 去找这个歌林唱片公司 就是用他的身份去推荐 帮他推荐 我说你特帮这个黄毅霖出唱片 我来做一个製作人 我可以帮他写歌 那唱片公司当然一定好 所以那时候这个老师 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 隔年 他就帮他写一条 叫说什么三明海誓 这条说我小时候去试试的时候 我在买香肠 又买黑脸的时候 旁边那个卖唱片的 他们都会放这首歌 而且你也知道黄毅霖的 那个气口 对 跟那个江卫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所以这张是黄毅霖的首张 个人的专辑 就是由吴老师帮他创作 其实说真的 吴老师的歌 每一首都不太好唱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受到 可能受到日式那种演歌的那种影响 是 他那个当时的音都很多 说什么三明海誓 放慢十倍 听下去听 这真的他的当时很多 对 可是你没发现 其实这条歌 基本就是替黄毅霖量身定座 所以黄毅霖在唱的时候 那个气口 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唱这首歌 其实大家只要听到这首歌 第一个想法 就是黄毅霖 对 因为就好像是他 太经典了 不会有第二个人唱这首歌的感觉 就算你可以翻唱 你也唱不出 黄毅霖那种味道 对 那种味道 所以这首歌就也是 等于是帮黄毅霖就是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小时候台语的天楼就是黄毅霖 跟蒋惠老师 对 就是他们两个人 就是最红的两位歌后 对不对 但想不到这首歌 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也是在台语的流行乐坛里面 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性的一个作品 对 跟这个吴老师他早期 比如说做唱这个 暗淡的味 唱风铃铃心 那种很演歌式的那种风味 完全不一样 很多元的感觉 吴老师他的这个创作 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元 真好听 而且他到了这个 1980年代以后 他的一些整个 怎么讲 就是说他的一些歌录啊 创作啊 他变成很多元化了 对 对对对 而且都很好听 没错 所以黄毅也是因为这首歌 就整个就起来 所以你有带这首歌的唱片来放一下 这一定要有 这一定要有的嘛 对 OK 我们先让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说什么三明海誓》 《说什么三明海誓》 是从三明海誓護诚 我是从三明海课说什么 轻挤回云 你Ho Yo house竟然尘很三脑 你借槍得心过拔下 你无忍没有 你哪里知一� romance 对patver 太久没有回味这一首歌 整个都那个氛围就整个拉到那个年代 其实这首歌前奏一下的时候 黄玉玲的这个声音一出来 我的那个脑袋里面马上就出现 那个在夜市里面那个烤香肠的味道 置入性的感觉就来了 因为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听 因为我小时候是都听台语歌嘛 家里的人都听台语歌嘛 不是黄玉玲就是江慧 那还有另外一个也很厉害 哪一个 他是我都说他叫歌红 我小时候我也觉得他是歌红了 真的哦 对 而且那时候我小时候好像有听到一些 就是说家里的人也很喜欢这个歌手 他叫黄玲红 红隆红 想到红隆红 我们脑袋里面都会想到很多他的音乐作品 太多了吗 太多了 对那红隆红你也知道因为他爸爸 红隆红是博多歌红嘛 所以他也是一直在想要拜托 爸爸的这个博多歌红的侦 这个名声嘛 所以他后来吴老师 他也帮他量身定做很多好听的歌 所以红隆红老师他本身他的一些作品里面也有听到是吴敬怀老师帮他做作的吗 量身定做的 他量身定做的 等于是他的制作人 比如说像有一首歌叫 《卡生也是你一人》 这是吴老师的作品 是 这也是吴老师作词作曲 等于是 配量身定做 所以他也是因为这条歌 也是把红隆整个在推到他人生的歌唱生涯的一个高峰 事业的巅峰 是 不然我们给大家 我们周围来回回这条歌好吗 好 你也知道吗 是的 来我们听一下《卡生也是你一人》 我对红隆红老师的音乐作品最经典的应该是 《一支小火山》 《一支小火山》 因为这个旋律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回想起我的小时候 幼稚园 又怎样了 我幼稚园毕业的那一天舞会 我是牵着一个同班女同学的手跳 《一支小火山》 对 但是没有留下美好的回忆 因为在转圈圈的时候 他差点把我的中指给扭下来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他就是这样转的 一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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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啊 很痛 我也不晓得 所以我常跟听众讲的就是说 每一首歌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段回忆 申定做的 真的啊 是的 真的啊 洪洪洪老师的歌也很多 他的歌太多了 太多了 对啊 我们甚至在 可能我们有一个集数也是会特别来介绍洪洪洪老师的作品 对不对 那今天只带几个经典的来让大家事前先评一评解 这几首歌也都跟这个吴敬怀老师有关系 对 所以吴老师在这个后期他就是提起了很多一些新人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江慧啊 黄毅玲啊 洪洪洪啊 如果没有吴老师的这个创 这个就是说来帮他们的引导 引导或者是一些创作 甚至吴老师他有很多弟子 都是好好有名的 真的啊 我们刚讲的就比如说像黄毅玲是他的弟子嘛 还有这个贵金发 郭金发老师 郭金发老师也是他感觉错 了解了解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第三段回来 再来听更多吴老师的音乐作品